巴以局势持续升级 空袭不断 物资短缺 医疗系统崩溃 这里的人道主义危机还会继续恶化下去吗 一方称挫败哈马斯试图经海陆潜入的计划 这预示着双方的对抗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美媒透露 美方认为乙军还没有做好准备 这是否表明乙军的地面进攻还将被推迟 黎巴嫩真主党与哈马斯和杰哈德领导人会面 离乙边境局势将向何方发展 为促成巴以尽快停火 国际社会又应尽快形成哪些共识 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新闻频道 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视线 我是李彤彤 巴以冲突持续地升级 乙军的总参谋长就表示说 地面进攻推迟是出于战略的考虑 那这背后到底还有哪些变数呢 冲突外衣效益现在也愈发地明显了 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局势 到底会不会进一步地失控呢 巴以乃至整个中东的局势 还将会走向何方呢 就以上话题呢 今天演播室为大家请来了两位专家 一位呢是来自于宁夏大学 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 李韶先生 您好 还有一位是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政治研究室主任唐志朝先生 您好 欢迎两位参与今天的讨论 那在节目的开始 我们首先还是要先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有关于巴以冲突的一些 最新的进展 当地时间25号凌晨 乙军对约旦河西岸北部的 捷宁难民营附近地区进行轰炸 已造成至少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约20人受伤 以色列国防军则表示 乙方军机参与战斗 无人员伤亡 此外 乙军24号对加沙地带多个哈马斯目标 实施了空袭 打死数名哈马斯指挥官 对此 巴勒斯坦方面表示 当天 加沙市中心瓦法医院附近 遭到以色列军机轰炸 24号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称 该组织当天向以色列中部和南部地区 发射了火箭弹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 当天有大量火箭弹从加沙地带 射向以色列中部和约旦河西岸北部 特拉维夫 阿什凯隆 齐吉姆等地 响起防空警报 与此同时 以色列时报等乙方媒体24号报道 由10到15人组成的 哈马斯挖人行动小组 当天晚上试图从加沙地带 经海陆潜入以色列 并计划袭击乙军一处军事基地 乙军称挫败了此次行动 随后 哈马斯在社交平台 证实了这一行动 而对于乙军的地面进攻计划 以色列时报24号报道称 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勒维说 乙军已经为在加沙地带发动地面进攻做好了准备 他同时承认 乙军出于战略考虑推迟了地面进攻 纽约时报此前一天 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美方认为 由于缺乏可行的明确计划 乙军并没有做好在加沙地带开展地面行动的准备 报道说 美方认为 乙方的行动方案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是像2016年摩苏尔之战一样 利用特种部队进行突击 并配合针对性的空袭 另一种方案是像2004年费卢节战役一样 让大量步兵和坦克冲进加沙地带 但无论选择哪个方案 都将导致军队和平民遭受重大损失 不过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施压乙方推迟地面进攻时 美国总统拜登24号称 以色列可以自己做出决定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同一天则表示 美方反对呼吁巴以停火 并称美国没有与以色列设定或讨论过任何红线 美方的态度令外界对加沙的局势 特别是加沙的人道主义局势表示担心 24号巴勒斯坦卫生部长马依凯拉表示 加沙地带医疗系统已彻底崩溃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也警告 如果无法紧急获得燃料 从25号晚工程处将被迫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工作 埃及红星月会24号上午曾表示 20辆卡车援助物资已通过拉法口岸运往加沙地带 然而当天晚上顺利运底的只有8辆卡车 通过刚才的短片 大家可以看到出来巴以冲突在不断地升级 而且24号非常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的是 哈马斯是通过挖人行动小组的方式 以海陆登陆到了以色列 所以外界都非常地关注 无论是从形势还是从范围上 跟半个月前巴以冲突刚爆发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了很明显的变化 所以唐先生怎么来解读这些变化 说明了什么您觉得 我想过去半个月的形势的发展 到现在我现在有三个方面特点 第一个就是说 在以色列的高前度的打击之下 但哈马斯依然有 相当大的这样的一个战斗力 一方面他也有 我们说依然有进攻的能力 另一方面就是以色列 在跟哈马斯这样的博弈当中 哈马斯依然很有多样化的 这样的一个进攻的手段 第二个特点我想就是最新的 以色列被迫宣布 要推迟地面军事进攻 第三个我想也是表现得很明显的 现在出现了我们说外议的 这样的一个明显的迹象 还美国人首次成了一个 被攻击的一个目标 那刚才您也谈到了 就是现在以色列对于地面进攻 还是有非常多的顾虑 而且他们说出于这种战略的考虑 所以才会延缓地面进攻 可是美国媒体有不同的分析 说无论是从比如派特种部队 还是派大量的步兵坦克 直接进入加沙地带 对以军对平民来说 都会造成巨大的伤亡 所以摆在以军面前 到底有什么样的选择 我想是这样 其实他那个以色列军队的总参谋长 它的原话是出于战术和战略的考虑 以色列推迟了地面行动 我认为是这样 可能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对于以色列 要地面进入加沙地带 以色列准备的工作 我认为现在还不够足 因为加沙复杂的这种态势 另一个就是对于以色列制定的 具体的进入加沙以后 具体要实现的目标 我觉得现在还不够明确 我认为以色列之所以推迟进攻 可能跟美国的深度参与是有关的 因为从一开始 我认为美国政府 包括美国军方就深度参与了 以色列整个的军事的计划 包括布林肯 还有美国的国防部长 以及拜登本人都参加了 以色列的战士内阁的会议 这个政府部长的会议 所以深度参与了 最近又派了这个高官 就是军方的高官 一个总将 他是一个特战的一个 应该说最高级别的一个专家 他去以色列 所以我认为可能跟美国的 这个劝告有关 一个就说 美国认为 你像他的国防部长讲 美国打摩索尔这个战役 打了九个月 而加沙地带 他认为比摩索尔还要复杂得多 以色列准备好了没有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促使以色列从战术上考虑 推迟进攻的一个原因 再一个从战略上来讲 整个加沙地带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我注意到就是 它底下都是隧道 大家都公认 我注意到美国方面 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现在正在协助 这个以色列 来理清这个加沙地带 这个地下隧道的一些通讯的网络 他可能想控制这些网络 或者说至少打乱这些网络 以便于以色列地面部队的进攻 与此同时 美国还劝告以色列 你要设立明确的目标 你进入加沙以后 就要达到什么目标 从这个之前 他所公布的三阶段的作战方案 第三阶段 其实他说要消除 哈马斯的执政能力 建立一个安全的政权 还要建设安全政权 其实总体来讲还比较模糊 美国是反对以色列 长期占领加沙 就是重新占领加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以色列不得不 考虑推迟地面系统 刚才您提到 其实美军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他们介入程度很深 同样在这个人质的问题上 美国的介入也很深 比如说他为了 让这个哈马斯释放更多的人质 就要求以色列暂缓 比如说进行地面攻势 但实际上对于以色列来说 他的诉求肯定不是这样的 对于哈马斯来说 释放人质也是需要条件的 唐先生怎么来看呢 在人质的问题上 美方 以色列和哈马斯 各自的博弈的诉求 应该说三方的诉求是 还是有非常有大的差异的 对哈马斯来讲 他很明确 这是他手中最大的王牌 他必须要这个 三家利用这个王牌 他一方面要调动国际舆论 另一方面 他也想用这个人质的问题 来这个向以色列施加压力 最终呢 扑使以色列 最好的效果是 扑使以色列呢 停止地面军事进攻 对以色列来讲 他是尽量把这个人质的问题 和地面军事进攻 他也切割开了 以色列需要把人质要回来 但是这是他制约地面军攻的 重要的因素 但这个问题 以色列绝对不会 把它作为一个全部的条件 所以让这个 人质问题 让他取消掉这场进攻 所以人质问题 不会让以色列 取消地面军事进攻 那哈马斯呢 那美国呢 他们的诉求又是什么 美国来讲 我想他一方面 是在人质问题 更多地释放人质 一方面 他可以在估计上 展示他自身的 这个这方面的形象 另一方面很重要的意思 他也是想 即使向这个 以色列施加压力 对于美国来讲 他现在很担心的是 以色列过度地 在这个地方 这个升级行动 也对他的 我们是中东的战略 这个造成 大的这种破坏 刚才李先生您提到 就是美方 希望以色列 即使是发动地面进攻的话 也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但是美方在24号也明确的表示说 他们在跟以色列 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从来没有在地面行动上 设立过任何的红线 而且明确的反对 停火 所以您怎么来看待 现在美国的这种 比如说地刀 买雷的行为 美国确实没有任何的阻拦 以色列要进行地面军事行动的 这个任何的迹象 可以这样讲 美国实际上从一开始 就为以色列 大规模的在加勒地带 这个进行地面军事行动 开了绿灯 用美国人的话讲 就是一直到 我注意到一直到今天 联合俄安理会会议上 那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仍然强调的是 以色列有自卫权 就在这么样的危机的情况下 仍然片面地强调 以色列有自卫权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美国对以色列 在加勒地带 进行地面军事行动 他并不反对 而恰恰相反 他阻拦国际社会 任何停火的努力 他反对停火 这是很明确的 当然他一边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 他也呼吁紧急停火 紧急停火就短暂地 提供为人道主义 援助物质进去 创造一些条件 但是另一方面 美国也非常担心 以色列接下来的行动 大规模的地面军事行动 把事情搞砸 所以他劝他 你要制定具体的目标 完成这个目标 你可以到什么程度 如果你没有具体的目标 你一旦盲目地进去 可能陷入到一个 很尴尬的境地 最后可能带来的就是 你不得不重新占领家上 这个美国是忌惮的 为什么这样说 大家要想一下 如果以色列重新占领家沙 那么家沙这个问题 就成为一个长期的 不断在国际社会发酵的问题 使得美国在中东下一步的部署 你比如说推动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和解 或者说搞什么走廊 都难以实施 所以美国是劝他 就是你不要重新占领家沙 那你既然不重新占领家上 你要具体制定具体的行动目标 刚才其实您也谈到了 就是现在美国呼吁紧急停火 是为了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确实现在人道主义危机 也是各方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 因为在冲突之前 我们看到有数据说 大概每一天有400多辆卡车 是可以运输到这个加沙地带的 冲突发生之后 平均大概就是20辆 十几辆 截止到24号 已经变成了8辆 到了个位数 可能持续的冲突的发酵 这个数量可能会变得更少 唐先生怎么来看待 目前在这个巴以冲突之后 加沙地带所面临的 这种人道主义危机和灾难 现在的人道主义危机 实际上是每天都在上演 而且未来的形势会更严重 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考虑 现在的原住物资进不去 最重要的因素 还是以色列阻止 这样的一个原住物资进入去 在以色列看来 这个原住物资进去 进入了加沙 世界就落入了哈马斯手里 他是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另外一个就是 从当前以色列 实际上打击的范围 也是越来越大 从北部 现在开始打击南部 就是巴勒斯坦开始抱怨 说你让我去南部 结果你又炸了南部 在轰炸的情况下 缺乏安全条件的情况下 这物资也没法进入 第三个就是包括道路 一系列的条件 基础的条件 它不具备 让大规模的运输物资进去 所以停火 其实才是解决 目前危机的最好的办法 那巴以冲突不断的升级 以色列的北部边境地区 也在持续的承压 冲突的范围 持续蔓延的可能性 也在日益的增加 那么相关的情况 跟大家再通过短片 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以色列时报25号报道 以军在里尾边境进行军事行动 同一天 以军连夜出动战斗机 打击旭境内两处军事目标 造成多名武装人员伤亡 以军此前很少承认 打击叙利亚境内目标 另一方面 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称 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 当天会见了哈马斯 以及杰哈德的高级官员 双方对现阶段采取的行动 进行了评估 不过真主党并没有透露 这次会面举行的地点 24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巴以地区 马克龙表示 有意将打击极端组织的行动 扩大到对抗哈马斯 法新社报道说 马克龙还想尝试 对中东地区国家提议 建立一个所谓的 对抗哈马斯的国际联盟 当天晚些时候 以色列媒体 援引法国官员的话说 法国不排除 与以色列进行军事合作 或派遣法军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对此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 委员会成员 马利基25号表示 所谓国际联盟 对抗哈马斯的想法 是个巨大错误 同时 国际社会也在加紧磋商 24号 联合国安理会 举行巴以问题公开辩论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在会上谴责哈马斯 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 但称 这一袭击并非平白无故 其背景是巴勒斯坦人民 遭受56年令人窒息的占领 古特雷斯指出 中东地区当务之急 是保护平民 立即实现停火 他表示 世界不能忽视中东和平稳定的 唯一现实基础 那就是两国方案 美国和俄罗斯当天 则在联合国安理会 就巴以局势提出各自的决议草案 美方呼吁可以基于人道主义 暂停冲突 确保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地带 而俄罗斯则批评美方 决议草案没有意义 应该明确提出 目前巴以冲突迫切需要全面停火 路透社分析称 美俄两国决议草案的用词 存在明显差异 通常来说 停火要比暂停更加正式 有效时间也更长 那说到巴以冲突的外衣效应 我们就不得不说到黎巴嫩 因为大家通过短片也了解到了 就是黎巴嫩珍珠党的领导人 近亲的是分别的跟这个 杰哈德以及哈马斯的领导人 举行了会晤 李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会晤 向外界释放出来的是 什么样的信息 我认为从珍珠党这个领导人 纳斯鲁拉来看 他这是明确发出了一个 很危险的信号 他这个显示了他们在联动 就是说他在密切的协调 这个注意下一步事态的发展 黎巴嫩这个方向 其实是一直是一个 很危险的方向 无论是从以色列来讲 还是从美国来讲 特别从美国来看 美国人甚至认为 在黎巴嫩这个方向 以色列不具备战略主动权 为什么这样说呢 大家要知道在2006年 以色列和黎巴嫩珍珠党 曾经干过一次 那次规模还是比较大 在那次之前 基本上在黎巴嫩这个方向 以色列明显地站着上风 或者明显地具有战略的主动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想怎么打怎么打 当然2006年那一次呢 双方实际上打了一个平手 但在以色列国内 普遍认为以色列败了 而在整个阿拉伯世界 不用说在郑州党了 在阿拉伯世界 也认为纳斯鲁拉赢了 纳斯鲁拉是英雄 当年这么样一个情况 所以从2006年之后啊 以色列在黎巴嫩这个方向 一直是非常谨慎 所以在这个美国人认为 在这方面 以色列不具战略主动权 恐怕是指的这个意思 所以纳斯鲁拉现在高调地 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 我觉得是发出了一个 很严峻的信号 除了黎巴嫩方向之外 大家也非常的关注 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 也到访了这个以色列 然后呢发表了一些观点 外界非常的关注 比如说就提到 可能不排除未来法国 会和这个以色列 有这种联合的军事行动 甚至会派这个地面部队 还说可能会组建一个 专门针对哈马斯的国际联盟 怎么来看待在这个阶段 法国扮演的角色 马克龙这次来 事实上在西方的国家的 主要领导当中 他是来的应该是最晚的 拜登来了 德国的总理 英国的首相都来了 他实际上也是不得不来 他的来我想 传递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他也是跟西方是一致 是站在以色列这边 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 另一方面实际上 我也有他这个 劝告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不要让以色列把这场冲突 升级于扩大 他所组建的联盟 我想这样的一个联盟更多 我个人感觉他更多是 针对政治阻挡 他所说的打击 更多我想他跟美国在这个地方 我们说是战略是一致的 主要是在恐吓威慑 这个珍珠党和伊朗 不要在这个时期 轻举妄动 升级这样的行动 他的主要目标我想是珍珠党 但是马克龙在以色列宪 发表的谈话 无论是对以方 还是对八方 你会发现非常的不同 比如他对八方 他强调的是尊重两国方案的基础上 去政治解决问题 那怎么来看他 对两个国家这种完全不同的表态 马克龙实际上他也是一直是想展示 他跟我们说是英美是不同的 英美是不同的 他也想说在这个问题上 这个问题上他是区别于 跟英美是有所区别的 还是希望把巴勒斯坦问题 要提到重要的意识日常上来 还是要把我们说要两国论 和巴勒斯坦建国问题 还是一个根本的出路 这是跟我们说是英美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还是有态度上的这个文差 所以针对目前的八语冲突 我们看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在24号的时候也呼吁 联合国安理会要尽快地 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说必须要把推动全面停火 作为压倒一切的优先目标 李老师您是怎么来解读中方的立场 怎么来理解就是全面停火 作为压倒一切的优先目标 我也注意到了 在安理会这个会议上 中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张军大使 他讲到 就是说当前压倒一切的优先目标 就是立即停火 我认为张军大使的这个看法 实际上是切种了当前危机局势的要害 我们知道这个危机已经持续了三周了 快三周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局面下 这个危机的情况在蔓延 人道主义危机逐渐地向人道主义灾难演变 所以立即停火 这是国际社会越来越强的呼声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另外一方面 因为由于美国 由于欧洲一些 包括马克农 他们的阻拦 我觉得要立即停火 它实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 在这个话题上分享你们的观点 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巴以冲突持续至今 危机仍有加剧的趋势 正如中国代表在安理会巴以问题 公开辩论会上所说 如果放任加沙地带战事延荡升级 最终的结局不会是任何一方的军事完胜 很可能是一场吞噬整个地区的浩劫 国际社会急需形成合力 遵循落实两国方案的根本之策 尽早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好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的移动视频 请下载量视频 大家明天见